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 也欢迎各位雅座的观众朋友们 哎呀 高朋满足 你看看这家 羊们都混到跟我们 我们当你做一个雅座吃 也不知道是我们太景气了 还是哇唧唧哇太不景气了 怎么会不景气呢 我们同学视频的节目都很景气 今天是脱口秀反跨年 今天应该是你们能看过的 最荒唐的跨年节目了 现场看录制的朋友 知道为什么是荒唐 因为录制这一天是11月底 离过年还有一个月 到时候在屏幕前 看这个节目的人 就会更加的费解 因为他们到时候呢 看这个节目用的是 一款直播的产品 就是他们发现 不能拖拽 不能快进 但是有字幕 非不非解 很非解 说哎 这是什么高科技啊 怎么直播有字幕呢 就是录播 而且这个离跨年 还有一个月之后跨年节目 有很大的隐患 还有一个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还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它已经是录播了 这个跨年节目已经是录播了 但是播出呢 是在25号 是吧 我怕31号晚上的好节目太多 你收不到我的祝福 是吧 真的是荒唐 25号晚上播一个跨年节目 你可能就问了说 你们怎么这么不严肃 怎么能这样跨年呢 你们对2020年也太不重视了 这就对了 2020年在乎过我们吗 就这么过了 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其实跨年这事 也没什么好严肃的 像我30岁的朋友应该知道 就我们小时候 是没有31号跨年这件事的 咱们都过春节 谁31号跨年 我查了一下 是什么时候开始 31号跨年的 是2005年 湖南卫视 借着超级女生的热度 做了一个跨年晚会 从此以后 各大卫视纷纷跟进 所以才31号有跨年这事 你看 如果没有李宇春 我们现在还在过2005年 是吧 冤有头 战有主 全都怪 这个叫什么 而且人家各大卫视 那跨年节目 都特别大的制作 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跨年呢 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我们的赞助商 我们赞助商的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我们的赞助商 就要给我们赞助 说不辜负每一份热爱 就要赞助 说给我们脱口秀 演员朋友们 还要送礼物 是吧 现在上京东 买礼物 会送双重大礼 一个艺术家联名限量潮品 还有一个就精彩了 一个叫 还有一个新年 礼蛋礼包 礼物的礼 鸡蛋的蛋 礼蛋礼包 你就觉得客户想出 这个东西的时候 得意患了 你知道吧 在那儿抠口秀 诶 那个叫李当的 最讨厌什么的 知道了 知道了 真是太烦人了 一点脾气都没有 而且我们叫反跨年 就是反盛大 反传统 反歌舞 我们今天全程 全部都是语言类节目 我不知道你们 因为我们也不会别的 今天就过瘾 今天全是语言类节目 但是也不能说 显得我们特别寒酸 是吧 毕竟京东也给了我们钱 我们还是请了一些 诶 星光熠熠的朋友 什么杨幂啊 毛不易啊 除了明星呢 我们也请了一些 2020年经历很独特的朋友 因为2020年 大家都很不容易嘛 我们请了一些 格外不容易的 是吧 像这个 编剧出走以后的 过气网红 蛋总 注意蛋 蛋总 然后还有我们的 刑法老师 刑法课老师 罗祥老师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好像是被骂到退网了 对吧 还有我个人很尊敬的 陶勇医生 就是年初 大家都知道陶勇医生啊 很厉害 国内顶尖的眼科医生 然后这个手 被一个坏蛋给砍坏了嘛 我是很尊重他的 但是他自己就特别的 坚强 还是给这个世界回馈温暖 我们这一场呢 主题叫 滚蛋吧 2020的糟心事 刚刚念的这些朋友 还有一些没有提到的朋友 都是一些满肚子的糟心事 所以呢 今天他们都会上来用脱口秀的方式 把这个糟心事清空 所有的跨年节目都会告诉你 洗银新年什么的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记住今年 我就发现大家的记性 真的是旺性太大了 我那天见到张继科才想起来 今年本来还有个奥运会呢 是吧 忘了 忽略了 今年我们本来是不停地 应该都能看到 在热搜上是吧 张继科金牌 结果现在天天就是张继科金城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2020年 虽然他给我们很多 带来很多特别讨厌的糟心事 但是呢 还是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疫情期间啊 隔离期间 大家都特别有人性 还记得吗 你们曾经是有人性的人 忘了 那个时候对快递什么的都 特别的温暖温和 说哎呀不用送上来了 放小区门口就行了 我自己去取 现在又开始急是吧 你给我送上来 当然除非 这个快递呢 是从普通机场过来的 别上来了 没事 我自己去取 对你放在外滩隧道口就可以了 我自己去取 这个就是录播的尴尬 因为一个月以后 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许普通机场早没事了 是吧 然后以前到哪都特别自觉 进入一个公共场所的建筑 一进去也不用人催你 到处找枪 是吧 就把脑门凑上去了 特别乖巧 现在呢 侧的人开始敷衍 被侧的人也不太主动了 你比如说 现在坐一个车进那个大院 一般门口保安侧温的呢 不管车里几个人 他就只侧司机的 对吧 我坐在后面呢 我假装看不见他 他假装看不见我 仿佛我们两个曾经有过一段感情一样 是吧 视而不见 飞机呢 登机口也是 这个飞机登机口呢 疫情以来都是 登机之前都会挤一个那个洗手液 大家都搓搓手 以前是很严格的 一定要站那搓完才能走 现在那个人也开始很敷衍 然后我呢也很不主动 是吧 这只手拖着行李箱 这只手拿着手机和登机盘 这样过去 他一看 就把消毒液挤在这儿了 是吧 然后就这样进去了 真的很多事就忘了 而且那个隔离期间 隔离期间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孝顺的人 我跟我爸妈一起隔离了七十天 七十天 我一天都没有出房门 我都觉得不能因为我 是吧 感染他们 但是他俩天天出去溜达 就这么孝顺 七十天 聊了很多 聊了成年以后 聊了所有的事 然后呢 给他们做好了 不光给他们做好了 退休的计划 感觉连我自己的退休计划 都要做完了 但是现在 疫情结束之后 好像又就 全忘了 是吧 隔离期间呢 还定很多目标 什么出去以后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哎呀 健身 做一个好人 是吧 全忘了 你像我隔离期间 就是暗暗发誓 是吧 等我出去 等疫情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 退休大会第三季做好 哎 哈哈 一不小心就做到了 跟你们不一样 哈哈 谢谢